同学好 继续学习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看第二节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 这一节要介绍的内容 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 对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投资的初始计量 还有对子公司投资的初始计量 相对来说有难度的是对子公司投资的初始计量这一部分 那对于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 我们先是给大家说一下总体的 就是如何对它进行初始计量 然后后面再具体进行一些说明 对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投资 还有是对子公司投资 对子公司投资有时说企业合并方式形成 或者是控股合并方式形成的 对联营企业投资初始计量的时候 是取得这项投资付出对价公允 那再加上一个初始直接费用 那这个初始计量和我们前面谈到的 取得的一些资产初始计量 普通的处理方式都是一样的 为取得一项资产发生的 直接签关分要寄进去 比如说你要谈到存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等 购买价款 还要涉及到取得这项资产的增量成本 增量费用都要寄进去 那长期股权投资也是一样 付出对价的公允 比如说涉及付出的对价 是现金 或者发行权 印象证券等 那为取得这项投资 发生的一些直接相关费用 就是你取得发生 不取得不发生 涉及一些评估审计费用什么的 那你要寄到成本中 这是正常 然后接下来说对子公司投资 子公司投资里面 我们要分同一控制非同一控制 两种情况来看 同一控制 理论上用的方法 叫做权益结合法 后面会给大家介绍这种方法 是怎么回事 虽然书上没谈这个词 但毕竟在实物之中 大家交流的过程中都知道 用的是权益结合法 而对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它不是 它用的是购买法 也大致说一下 目前权益结合法 只是我们国家呢 在一个集团内部 或者适用于同一控制的情况才用 而这种方法 以前在国际上是被一些国家用了 但是现在都禁止了 有它的一些弊端 好在呢 我们是只界定在同一控制下才用 这是一种方法 那这种方法呢 在初始计量时 是强调账面价值 这个后面会给大家的强调这个事情 比如谈长期股权投资 你要做到 见到长期股权投资 就知道代表被投资单位净资产 或者是净资产的份额 那是要清除这样的事情的 这样呢 同一控制强调账面 这个账面也比较特殊 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 在最终控制方 合并财务报表中账面价值的份额 你想 初学的同学 接受这个词能接受吗 我知道你们很多 很难接受 我刚才在这咒了一下门 不是我不接受 我已经早就接受了 我像你们可能也是一样 我在这咒一下门 你们对 你说的太对了 那后面才学呗 如果你们一看书 什么都懂了 我还讲啥呀 当然后面 会通过例子的方式 给大家说 什么是属于 说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 在最终控制方 合并报表中 账面价值的概念 那到时候肯定会清楚 然后呢 这个数字还要再加上 说最终控制方收购被合并方 实行成的商业 那为什么把它加上 那如果说 长期股权投资 与子公司合并报表 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抵消 这个不知道咋回事 你就不知道 为什么把它加上 你就看不懂 我们的解释公告 有解释公告 说要怎么还要考虑商业 当你清楚了 说编合并报表时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跟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抵消 如果出现 建方差额是商业 然后那你再去想 哦 反正在一个集团内部 不管随去合并 被合并方 最终啊 反映的商业是一样的 那你只有说 我把它加到 长期股权投资里来了 长期股权投资 跟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抵消 哎 正好出现建方差额 跟他才一样 当然我现在说 可能也有点难度 你接受的时候 不过我后面 不是在合并报表那一章啊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抵消 这个道理原理 我会在这一章就要说 这样也便于 我们后面合并财务报表的学习 当然也便于企业合并 那一章的学习 我先知道一下这件事情 那对于非同一控制 用的是购买法 购买法这里面就是付出对价的公运 然后你会注意到呢 对联营合营企业这一块 它呢有加上初始直接费用 而非同一控制 初始直接费用没有 我想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当时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 我们也碰到过一项资产 说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 交易费用 我们要计当期损益 还有印象是哪一个吧 所以公运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所谓的金融资产 说它为什么就没进成本 我就说要把这种特殊的 你知道它的道理 这就好办了 正常情况下 为取得一项资产发生直接相关费用 就应该记录取得资产成本中 那如果没记 它为什么就不记呢 你这个掌握了不就完了吗 我在这一章后面会说 如果说要把发生直接相关费用 进成本 最终在合并报表上 它会反映到商业里去 它不是商业 那说合并报表为什么商业 我后面会讲 但是说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 它为什么加上了 它怎么就不比照这种控制 说控制的都这样 为什么对联营合营的不这样 那我以前也曾经听说过 也有人就讲说 你看控制的 发生直接相关费用 即管理费用 那联营的 合营的 比照来呗 也即管理费用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正常情况下 你要讲规则 为取得一项资产 发生直接相关费用 都要记住 取得资产成本中 那联营合营的 我们不便合并报表 长期股权投资 那是个别报表上一个项目 它就是一项资产 我们为取得这项资产 发生直接相关费用 就要进成本 而这个说 为什么它就不记呢 控制的是要编合并报表 在合并报表上 长期股权投资 是不存在的 因为它代表的是 被投资单位 净资产资产负债 那些资产负债 进了的 它不存在 结果你要真记 长期股权投资里去了 直接相关费用 费中形成商业 那不对 这就是它的原因 这是大致把初始计量 所以我们学习过程中也一样 联营合营呢 怎么样 控制的怎么办 控制的又分 同一控制 非同一控制 分别如何进行处理 这些东西要清楚 那下面说 企业合并 分的是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还有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概念 什么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是指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 均受同一方 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 起来控制并非暂时性 这叫同一控制 同一方 这个一般就是界定在一个集团内部 也就是企业集团管理当局 我们考试一般都是针对于这种情况 在一个集团内部发生合并行为 那叫同一控制 相同的多方 是一个投资者群体 十五之中还真有这样的 比如说有四个自然人控制了三个集团 这四个自然人可有钱 集团有的大有的小 那我也见到过有钱的人 为了实施并购 那有人出现金人民币八个亿 有的出五个亿 要进行并购 因为正好在那个时候 我是在那家公司当独立董事 那见到过 所以你们好好学习 努力学习 考个注册会计师 那将来说不定钱比他们还多 我不是说钱多好 那钱少不怎么好 但是我们最好的 就是你要通过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 为国家做各大的贡献 这是最好的 那我就说 要是四个自然人控制三个集团 四个自然人是一个投资者群体了 在这三个集团内部发生的合并行为 也认为是同一控制 在企业合并部分 会对同一控制 还要展开说 说那同寿国家 控制的 比如说国资委控制很多国有的集团 在这些集团内部的合并 是不是同一控制 那就不能再这样 再那样的话 那同一控制是太多了 我们没有 那正常情况下是界定在一个集团内部 这控制并非暂时性的 就说要求是在集团里面有过一年了 就合并方被合并方 然后合并方把被合并方合并了 还要在集团里停一年 这个才叫非暂时性 同样也是属于企业合并里面会谈的更多的 所以这种情形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再看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是指参与合并各方合并前后 不受同一方或相同多方最终控制的这种交易 你就同一控制下企业以外的交易呗 一般的来讲 我们判断时可能给定的一些条件都是 它是合并前没有关联方关系 那没有关联方关系 当然就不属于合并前后受同一方 或相同多方最终控制的事情 非同一控制 那接下来再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 我们怎么进行确认 你想在前面谈到过固定资产 什么存货呀 无形资产等 那些资产在确认时 说与这项资产有关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企业 它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那长期股权投资在进行确认时 这理论上也是一样的 与这项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企业 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当然得有束缚计 说怎么去说它 很可能流入企业 那我们当时呢 只是对控制这种情形 说在什么时候对它进行确认 有过规范 对于共同控制的核营企业 还有重大影响的联营企业 没有相关的一些规范 那现在的处理的方式 就是比照控制这种方式去做 那控制的时候 用的是合并日或者购买日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用的是购买法 那买东西任公允 所以到时候大家看到 是付出最佳的公允 既然是购买法 投资方对被投资方 能够控制的这一天叫购买日 能够对别人控制的一方 叫购买方 被人控制的叫被购买方 这是一些词 大致知道一下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比如在一个集团内部发生的 合并行为 我们不是购买方 那就不能叫购买日 你也不能叫购买方 被购买方 我们的叫法叫合并日 如果对于同一控制的 然后是合并方 被合并方 说的是合并方 能够对被合并方实施控制 不同的说法 所以如果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你不要说购买方 被购买方 如果这样来一说 那不好 就跟平时说话的时候 合并报表上 应收账款科目 哪有叫科目的呀 我们报表上都叫项目 科目是你核算是用的 或者说什么个别资产负债表上 来个应收账款科目都不合适 我们报表上叫项目 那这个呢 就是说同一控制 你叫合并方 合并日 被合并方 对于呢 非同一控制 虽然是购买法 你叫合并方 被合并方 没有原则错误 但是叫购买方 被购买方 购买日 显得更地道一些 更专业一些 大家知道一下这个事 那合并日 购买日 是说 购买方取得对被购买方 控制权的日期 或者合并方 取得被合并方 控制权的日期 哪一天达到控制了 我们这一天 就要进行确认 所以也谈到实物中 对于联营企业 合营企业等投资的持有 也是参照 对子公司投资的 确认条件来进行 那以前的这样规范 说购买日 制止购买方 实际取得被购买方 控制权的日期 哪一天达到控制了 怎么判断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 一般可认为实现了 控制权的转移 说这些条件啊 要都满足了 一个是企业合并 合同或协议 以获股东大会等 内部权力机构通过 你要并购一家公司 这个可绝对不是说 老板一个时候就说了算的 董事长厉害 一个时候说了算的 那除非就董事长 董事长一个时候投资 那没关系 他并购 他自己说了算 那如果是属于上市公司 那不可能就是 一个人持有这个股权啊 那叫什么上什么事啊 那这个要经过 股东大会批准的 比如这个事情 首先要提交董事会讨论 董事会要投票 一般的来讲 并购这种事情 那董事会投呗 那投如果说 像我们独立董事 感觉这个事情 人家说的都很好 那当然得同意了 那除非说有的独立董事 一看你这个项目 绝对不行 你投着东西 这个国家呢 那么动荡 将来这个钱投进去 说不就没 那你可以发表自己意见 因为我们还有海外 投资这些事情 那正常的行了 通过了 通过之后 那就要 后面要召开股东大会 那最终股东大会要批准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那股东大会没批准 往下别做 你做了不行 说第二 按照规定 合并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 以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 那如果说这种并购涉及国有资产 那涉及的部门当然就很多了 那国资委等这些 当然都要进行下审批啊 不批准 别往下进行 而第三 参与和命各方 已办理了必要的财产权交接手续 那有的该交接交接 必要的财产权交接 当然有的一些情况执行时 说没问题肯定交接 没有实施性障碍 那单说 那正常就要交接 说第四 购买方已支付了购买价款的大部分 如果涉及现金并购 那一般应超过50% 并且有能力有计划支付剩余款项 一般的要涉及付现金的 往往都需要到位的 这个是个并购才能进行完成 你要没有到位 那肯定不算数 你比如说我就谈那个例子 因为当时呢 是并购的 这个就是原来叫银太资源 现在有银太黄金 并购的是加拿大人持有的 有黑龙江的吉林的 青海的几个金矿 那外方说 6亿美元到位 就办理这种控制权转移 那最终呢 就经过一些详细的 说怎么策划的 怎么成立什么样的公司 最终怎么付的 我就不再说了 最终 6亿美元拿到了 拿到的时候 马上就是开始过 过后了 就控制权就转移了 所以一般的现金完全到位 那现在我们当时规定说 要超过50% 那接下来 第五 购买方实际上 已经控制了被购买方的财务和基因决策 这是最主要的 财务经营决策控制了 标志 就说 在被投资单位董事会 占多数 张成就说了 半数以上能够控制他 我们董事会占多数 被投资单位的管理层 那已经完全是我们新改选 一般的来讲 像 对于改选董事会 同时马上就决定管理层 往往都是在一次会议上 开始投票 就通过就完了 往往一般开会之前都事件都定好了 但是我说正常情况 不正常的 谁知道那些股东来着之后会怎么做 那单数 正常情况下都是这样 今天开董事会 选董事 投票 选完了 然后马上单子事件定好的 随时总经理 随时财务总监 这些都定好了 再投票就决定了 那你这个时刻就算控制 好我们看教材的例6-3 这个是关于购买日的确定的题目 假上市公司 以下简称假公司 14年7月20日对外公告 你以定向发行本公司普通股的方式 自独立的非关联方乙公司 丙公司收购其持有的A公司80%股权 双方签订的并购合同中约定 对标记资产A公司的评估基准日 为14年6月30日 以评估确定的该10点标记资产价值为基础 假公司你以每股6块钱的价格购买 A公司原股东所持全部股份 那这6块钱是公告日前60天 假公司普通股的评估市场价格 合同中同时约定 在评估基准日 至假公司取得A公司股权之日期间内 A公司实现的净损益 归假公司所有 该并购重组事项的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1.14年7月16日 经假公司乙公司秉公司各自决策机构批准 那要并购 那肯定相关方都要召开股东大会 那肯定也都是先要开董事会 然后要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2.14年7月20日对外公告 3.14年10月22日向有关监管机构提交 并购重组申请材料 4.14年10日2月20日 该重组事项或监管部门批准 5.14年12月31日 假公司取得监管部门批文 当日假公司对A公司董事会进行改组 在A公司7名董事会成员中 派出5名 同时买卖双方当日 办理了A公司有关财产的交接手续 所以这一天实际上 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了 那董事会7名成员派出5名 一般章程肯定都是说半数以上 但是这题没有谈 也有的章程规定达到三分之二 是算控制 那一般都是半数以上 我们接着往下看 A公司章程规定 A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有董事会决策 重大生产经营决策 趋经参与董事会成员半数以上 通过后实施 那涉及公司合并分立 解散清算等事项 需经董事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 那这个是单说 它不是你正常的一些生产经营活动 第六 15年1月6日 注册会计师完成对A公司 注册资本鉴资程序 A公司于当日向工商部门申请 变更股东并获批准 第七 15年1月28日 甲公司在有关股权登记部门 完成股权登记手续 说问题 在甲公司购买A公司 80%股权交易中 在哪一时点 可以认为对A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确认对长期股权投资 那你确认的点就应该是达到控制时 而这种题以前考试有过 就说你过看关键 在哪个点上 比如说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控制 我们是派了董事召开股东大会选举了正式的董事会成员 那现在这一天董事会里面我们已经在半数以上了 再有呢 有的题目还可能会说 已经决定了高管 其实正常情况下 董事会一行程 马上要同时要宣布一些高管 那你对高管当然就能够进行决定了 任免随 就可以对这个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起主导作用 或能够达到控制 那我们的题目当然是在14年底 因为14年底那一天 已经在被投资单位派了董事 七名董事中我们派了五人 后续那一些 那都是对控制没有构成实质性的障碍 所以如果这个题 问哪一天达到控制 你就可以这样讲 在这个12月31号 派出了A公司董事会的成员 然后对他的生产经营决策 能够进行控制就行了 不是说把所有的手续必须办完 才能够算控制 英语说明的是 对联营企业合营企业投资的初始确认识点 说虽然现行会计准则中没有明确规定 但原则上你可以比照 就是关于子公司的确认条件进行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事情 可以的 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个案例 还是说判断什么时点进行控制的 A公司是上市公司 19年 A公司向B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进行重大资产充足 B公司以及所拥有的 15家全资子公司的股权 对应的净资产 作为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对价 该交易为非统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9年12月28日得到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要经过证监会批准的 必须要通过的 双方进行了资产交割 截至19年12月31日 B公司投入的15家子公司 全部办妥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股东变更为A公司 那A就现在对15家公司进行控制 19年12月30日 双方签订移交资产预定书 约定自19年12月30日起 B公司将标的资产负债交付A公司 同时 A公司自19年12月31日起 接收这15家公司的资产与负债 并向这些子公司派出了董事 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 对标的资产负债开始实施控制 你看什么时间说呢 就是这个时间 然后说对这些进行控制了 你就找这个就知道 说哪一天到底是购买日 这是这个时候派董事了 然后总经理高级管理人员了 也改变了他的管理机构 20年1月 会计之事务所对A公司 截至19年12月31日的注册资本 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20年2月 A公司本次增发的股份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权登记手续 那是后面那些事情 问题判断购买日是否应该是19年12月31日 那如果说 19年12月31日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 它就是购买日 我们看它的解析 这也是来自于证监会的一个上市公司案例解析的例子 我只是把那个年给变化一下 别的都没有变 这是非常经典的案例 截至19年12月31日 该项交易已经取得了所有必要的审批 那该审批审批 那如果让我们说理由的话呢 这些也都给它复制成 然后最关键的千万别低 因为批要人就是看 是不是董事会改选了 我们董事多了 管理层改选没改选 那这些要有 通过了审批 15家目标公司全部完成了营界执照变更 说双方签订了移交资产预定书 上市公司已经向被购买方派出了董事 那这是最关键的 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 对被购买方开始实施控制 就行了 说他虽然作为和平对价增发股份 在20年2月才办理了股权登记手续 但是说由于企业合并交易在19年已经完成了所有实施性审秘程序 那我们实施上已经取得了它的控制权 就可以合理判断购买日是19年12月31号 说股权登记还没有完 那这里面的长期股权登记还没有形成 因为你长期股权登记是借长期股权登记 带方带股本 资本公企股本一加 那都没有呢 长期股权登记 怎么跟子公司所有的权益抵消 可能会有的同学这样想 在实物之中啊 如果像这种情况发生了 一般的是用母公司的资本公积 跟子公司那些所有的权益去抵消 就是子公司那些什么股本呢 这些东西不要再提下 然后你真正长期股权投资有了之后 再用长期股权以后再用长期股权投资 跟子公司所有的权益抵消 不过我们一般考试是向这种特殊情况回避 因为毕竟你看股份的这里面实物之中 没有在19年底办完啊 没办完你不能带股本啊 没办完你怎么回事还没发呢 那你怎么办 又在19年底要进行合并 所以没有办法用长期股权投资 跟子公司所有的权益抵消 我知道有个同学说 你说什么抵消呢 没听清 所以我就说嘛 得回头看 等你知道长期股权投资 跟子公司所有的权益抵消 回过头一说 对他没有怎么抵 就想到资本攻击这个事情 这是实物之中的做法 我们再看一个案例 A公司是上市公司 你发行股份2000万股收购B公司股权 此将交易为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交易于20年3月获得国务院国资委 及国家发给委批准 就有的要经过批准的 你是国有的要经过国有资产相关部门来批 20年4月经上市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年5月获得国家商务部批准 20年12月20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批复 20年12月31日重组双方签订了资产交割协议 以20年12月31日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割日 B公司高级管理层主要人员 于20年12月31日变更为A公司任命 说A上市公司将合并日确定为20年12月31日 因为你想啊 主要的人员呢 在这一天变更为A公司任命了 那没问题啊 那就是把这定为这一天呗 A上市公司将合并日确定为20年12月31日 截至财务报告报出日 置入置出资产工商变更 登记过户手续尚在办理中 说但相关资产全属的变更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那你这时刻就是控制了 后面的反正就是走一些手续的事情 说问题 A公司本次交易的合并日 是否应该确定为20年12月31日 没问题 就是已经控制了 所以当然你要说理由的话 说截至到20年12月31日 该项交易已经取得了所有必要的审批 那双方 重组双方签订了资产交割协议 以这一天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割日 然后还有B公司高级管理层主要人员 这一天由A公司任命 说明A公司已经对他开始实施控制了 这不就这个吗 然后也就说 虽然有关财产的全属的过户手续没完 但由于呢 全属变更不存在实质性的障碍 你可以合理判断 20年12月31日 他就应该是和平日 也就是这一天 和平方对被和平方就是能够实施控制的 好下面我们看 今年教材增加了这么一段内容 对于认缴之下尚未出资的股权投资 说投资方在未实际出资前 是否应确认 与所认缴出资相关的股权投资 那有特殊情况下也认 就你虽然还没有投资 但特定的情况之下 也认为投资了 也有享有权利了 但一般的情况下肯定是不可以的 不会确认的 没有出资 怎么能确认股权投资 那咱们再往下看 说这种情况怎么判断 应结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与具体合同协议的来进行确定 要看法规 看协议 若合同协议有具体约定的 那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会计复理 约定到这个时间该出资 说你要是晚几天没出资 比如说在十天之内出资 也可以都从这一天开始认定享有权利 你合同就这么说的 那你这个时刻虽然还没出资 你合同说可以在多少天之内 你在晚十天也没关系 那单说 那就可以从某一个点认为具有权利 但合同协议没有具体约定的 但如果你合同有约定 明确的必须资金到位之后才享有权利 那肯定没有出资情况就要不能认定 说合同协议没有具体约定的 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复理 对于投资的初始确认 若合同明确约定认缴出资的时间和金额 且投资方按认缴比例有相应的股东权益 则投资方应确认一项金融负债 及相应的资产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出资 但是现在要认 以认定股权投资 比如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代方还没有正式出资 只能是认为一项金融负债 比如说其他金付款 这是非常特殊的事情 但如果说允许的话 那是可以这样去处理 如果合同没有明确规定 则属于一项未来的出资承诺 你不应该确认金融负债和相应的资产 那也就是说这项股权投资不能进行确认 这个我想就是概念 考试时你看到怎么讲 他要让确认 他一定说法律允许合同说可以确认 那就确认 否则正常情况下不能进行确认 好那我们看第二个大的问题 对合营企业 联营企业投资的出资计量 当然你说联营合营是一样的 联营企业合营企业投资出资计量这件事情 相对比较简单 它和我们正常的取得一项资产的出资计量 类似 取得这项资产的买价 付出对价的公允 然后有直接相关费用把它寄进来 我们就得来看第一个是与支付现金取得的 初始投资成本确认时 实际支付购买价款 说这个包括与取得长期股权投资 直接相关的费用税金 其他必要支出 那你现金方是取得的 付出对价就是现金 直接相关费用寄进去了 我们正常都要完全寄 以发行权益性证券方式取得的 用的是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 它一般的就是告诉发行权益性证券的数量 然后要乘以每一股的公允价值 每一股的市价 市价有时直接告诉每股市价多少 或者说会告诉这一天的收盘价 你按照这个来确定就可以 那以债务充足等方式取得的 那执行相关准则呗 我们后面比如债务充足取得的投资 联营的执行债务充足准则 那实际上你也是相当于付出对价的公允 到那时候再说 看一下教材的例四 2096年3月5日 A公司通过增发9000万股本公司普通股 每股面值一块钱 取得B公司20%股权 该9000万股股份的公允价值 1亿5600万 那这个呢 有时可能是发行股数 然后再告诉每股市价 我们两者简单相成 确定它的供应价值 那我们书上是直接告诉了总数了 接下来说 为增发该部分股份 A公司向证券成交机构等 支付了600万元的佣金和手续费 那这个是属于发行权益证券的发行费用 发行权益证券发行费用啊 这个不能说 我们把它记录到成本里面去 那也不能把它作为管理费用 比如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要是发行股票 来筹集现金的话 你要发行是一个亿的股票 每股发行的价格呢 就说比如说 比如一个亿的1000万股股票 每股的价格10块钱 那我们现在得到的 是一个亿的现金 是这么多 那如果说 再来一个500万的 承销机构说 你要付个500万 那实际上我们真正得到的现金 会是多少 一个亿要减500 你剩这个钱再去买东西 那只能是一个亿减500之后的数字 不可能说形成一个亿加500 这个应该大家没问题吧 所以就说 发行权益证券的发行费用 不要记录取得资产成本中 那这不行 他不是啊 我要收钱就收一个亿啊 那你再付给别人500万 怎么还能 比一个亿多呢 你要记住出这圈设金额 不就麻烦了吗 那也不能把它寄管理出去 以后等谈到会计分落 是我在说这件事情 好看一下账户处理 长期股权投资 那就是告诉的 一亿5600万 总数已经给了 介方长期股权投资 股本是9000万股 那没有特别说明 我们的每股都是一块钱 股本呢 是按照发行股数 乘以每股一块钱来算的 虽然我们国家紫金矿业 它的股票比较特殊 每股是一毛钱 原因是 它是先在香港上市 那定的每股0.1 那到回到A股这边 也只能0.1了 那只要说A股 我们这边先发行 每股都是一块钱 所以考试时呢 都是正常 每股是一块钱的 代方代资本 攻击股本一价 这是说 发行权益性证券 代股本 差额是资本 攻击股本一价 然后就说 发行权益性证券过程中的 发行费用 你不能说 我加到长期股权投资成本里去 刚刚说了 你加进去算什么用 本来这东西付给一些机构了 比如说付给了一些证券公司了 你加大成本算怎么回照 然后再又说 这一部分 我们也不要往管理费用进 因为有时这个发行费用啊 数额太大 比如说 假定是占发行受款5% 那这个比例并不算太高 你要是5%的话 如果我们发行一个亿 一下付出去500万 你要100个亿 付出5个亿 你一旦要寄管理费会出 什么问题啊 这个公司做IPO上市之前 人家证券公司等 还包括一些事务所帮忙啊 那这个包装才漂亮 连续三年利润稳步提高 一上市坏了 一下利润降下来了 怎么降下来的 发行费用 那你得付啊 你上市成功了 那有些钱没成功之前 付的少一点 一成功了 大笔付了 那即管理费用这时候坏了 利润一降下来 报表使用者说 发生什么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股票的价格 就会受到相当一些影响 那肯定就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些做法 对于发行费用 那本身你即当期 其实也不合适啊 本身嘛 我们筹集的这些钱呢 是以后的一些运作的事情 那跟以后 给我们带来利润 你即当期本身也不合适 我就说 如果即当期 那会出现大量的费用不好 我们冲资本供给股本一价 冲资本供给股本一价 现金流比较多 大股东 其实有时 心里也不难受 虽然花钱了 也要感觉付出那么多钱 真难受 他不一定 因为他关注的是自己的身价 原来可能是有一个亿的资产 一上市变成二十个亿了 然后他说 每股市价多少 他持有多少股 他算这个东西 那你股票的价格上去了 他就感觉 身价就上来了 那我说这个 大家应该能知道 好多有钱人 不是说真的 全都有那么多现金 或者存款 他倒是以他的一些股价 来算的 那我们这样做 挺高兴 所以我顺便的说一下 原来 对于路远费 早没有做过规范的时候 就是你上市了 你这时候得说呀 我这个多好啊 快买我股票吧 你们一定会赚钱的 但说的不是这个话 目的是个意思 路远 原来路远费没有规范 充资本公积取 后来我们不是了 我们现在路远费 既管理费用 那有一些上市公司的行为 就改变了 他一上市做IPO 之后 路远 这个东西 既管理费用 得算算利润行不行 那路远的时候 能少派两人吧 别是那么 像有的公司 一哈派出一个包机 在海外上市 然后再去玩去 反正充资本公积 大家挺高兴 你现在既管理费用 高兴起来吗 管理费用一进去 利润受影响 所以你看我们会计挺有意思 还可以阻止人的 一些不好的行为 这是大致他的处理 因此要清楚 发行权益性证券的 发行费用 我们充资本公积 但如果资本公积不够了 依次充盈余公积 和未分配利润 大家知道这事 那这节课呢 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就是 关于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计量 初始计量部分 先是大致的说了说 我们总体的一个 初始计量的要求 怎么个初始计量法 然后对于 确认 那确认这一部分 对于控制的这种情形 合并日 或者购买日 确定我们要掌握 对于联营的 合营的是比照这种方式来处理的 之后说 对联营企业投资 初始计量 反正付出对价公允 有直接签关费 把它加上 大致是这个样子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